這個博物館呢 是目前唯一的以原住民為主的一個博物館 從1994年就成立到現在 可能大家觀眾會看到這個博物館的建築物 其實它就是以原住民的一個家務為朝的那個建築為主 其實它也有點像那個達悟族就是蘭嶼的亞美族的 那種帶著銀盔蹲在地上的一個比較象形的一個結構 像這個博物館大概典藏了大概2000多件的台灣原住民的一個文物 雖然它不一定是最多的 可是它的精緻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就像我們如果觀眾到我們博物館 其實就可以看到16族的一個原住民的文物 另外也可以看到屬於平埔族的一些收藏 那當然另外我們有一部分就是屬於台灣美術的作品 我們其實是順義企業所贊助的一個成立的一個博物館 我們博物館的創辦人林欽布先生呢 他在大概40年前的時候 他就收集了很多台灣原住民的一些文物美術的作品 當我們要成立美術館的時候呢 其實有學者就跟他講說 其實台灣到現在還沒有所謂原住民的博物館 把你的另外一項收藏屬於台灣原住民的部分 把它做成是一個原住民的博物館 可能會更有意義 建 圖 詩 情 這世紀 看得到就引起我的感情 這是順義原住民博物館創辦人林欽布他的理念 不管你是台灣人 日本人 外國人 你學到哪一項給我看你的作品 想起到我的故鄉台灣 我們台灣人的生活 我的感情 收你的勘印 我就有興趣給你收藏 可以說他40年前一手在收藏台灣原住民的文物 不管是泰雅 白灣 各大族群的原住民的織物 雕刻等 全部說得很急 所以才被米其林評鑑為台灣三大重要 兩顆心就沒有了 但是他另外一手其實就是在收藏 台灣美術市裡面很重要 這些全倍外加的作品 因為40年來差不多有將近400點 400點都不公開 來趕第一倍先點 所以今年才先點差不多70條 大家聽說原住民博物館 也不同意點原住民的東西支付 不止從未公開的三百多條都現在公開 民進創辦人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我不是在買技術品 我是在收藏台灣的文化 你來想一句話 那青春在找找 我們阿嬤 阿嬤棍那冬伴涼 那冬伴涼因為建軍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把門收開 算算了 他 米其林市的中華記者探 一頓的錢 他覺得 要將 打熱的 燃熱的 阿嬤棍那些伴涼 一頓一頓 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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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讓人看 大家一頓 說 建造電報給人看 是好事 但是 不是大家看的 所以是不是 每一次的電人 要辦五頓至六頓的演講 請那個全家有學問的人 來講 這個土 有什麼很重要 很重要 全是各不一樣 所以 辦電人 背後 教授 這是特別的設計 你看看大家到最後 這樣 還真的很好 表現說 我們的設計 有學問 還有地上 還有工業 還有工業的主持 這就是我們的 修法工業 以待 順利原村部管 林親戶創辦人 用四十年 的精神 修綜 獎金四百年 台灣國寶寄的土 在 疑空一百 六月九號開店 到今年的 九月一天 剛好 暑假期間 愛給這個人 沒得去 沒關係 老鼠出學生 阿嬤就帶孫子 做回來 到九月一天 歡迎你來看土 還在床 那邊 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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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